在下韩系 谢大人仗义相助 哦 果然是你 吓人啊 这次你又惊狂了呀 为何招标工程所需会高达两百万斤 老赵啊 你懂个鸡毛啊 我之所以把工程标价定两百万斤 就是为了把咸阳城所有富商都吸引过来 哦 你小子肚子里是不是又有什么坏水了 说来给朕听听 老赵 你想啊 咱们的竞标规则是低价者得 到时候他们必定会狗咬狗 这个价格马自然就降下来了 哦 我明白了 还得是你小子 虾哥哥 祝元身为女子不懂家国大事 但虾哥哥此行凭乱定要小心 祝元只希望虾哥哥能安好归来 我他妈又来了 颖报左丞相 五百侠家军已猎阵在前 大秦侠家军兴兵逃反贼 儿党兴于今 只世上混乱腐败 必恢复法治 绝自由于幻 为望广世正义与天下 出征 啊啊啊 与此同时 刘邦和萧和郑端坐在沛县的县衙中 大哥 不好了 又跑了 翻款 金玉又跑了多少 他妈的 昨晚一下子跑掉了一千多人 现今只剩一万五千人了 大哥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不用秦军来讨伐咱们 咱们手底下的人就已经全跑光了 哼 这都是哪工程招标给坏的事 要不然大家怎么可能会丢下兵器逃跑 儿 大哥 他们是拿着兵器跑的 儿 如今大势已去 恐怕已是无回天之力了 为今之计 唯有放弃沛县 逃亡于盲荡山中再做打算 那怎么行 好不容易打下了一座县城 怎能说不要就不要 再说了 秦军还没来呢 这要是逃了未免也太闹了 反正我反快是不干 他妈得 我一个沛县县力当得好好的 你个刘继没事从盲荡山跑出来干什么 还带着鸡鸣把沛县给打下来了 回五指了 刘继视野 经过连日的行军 虾仁带着五百虾家军 并没有直接去快击军 配军 似水军凭乱 而是直接跑到了淮英军 诸位 此次本相领兵凭乱 途经此地 多有打扰了 虾乡严重了 小地方没什么好招待 这台苹果十四就送给大人了 实不相瞒 手机我这里多的是 去我左下角链接里 就能免费拿 不喜欢苹果十四 还有华为魅特五十呢 还有这好事 怎么做到的 我联系厂家 为我量身定做了 左下角这款手游 不仅新人注册 就有各种福利加成 而且只要挂机 就能加速升级领手机 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 每个人都能领吗 当然 但前提是 只有在我视频 左下角下载的才能领 登录注册 九百九十八 直接到 再输入我的礼包码加速 升级嘎嘎快 你们也去左下角搞一台 好的 打人一路辛苦了 后续大军支营房 打人预设在城中还是城外 下关好命人前去安排 此次本相入城 只是稍作休息 不会久留 三万铁骑 尚在后方 只取配线 所以不劳烦 王俊守了 你小子居然敢撕仓石井 真是获得不乃犯了 此非是精 乃冰书也 冰书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还看冰书 扔了也好 看了也无用武之地 小子 简听不错 拿过来给老子看看 你过分了 此剑乃是祖传之物 不能给你看 此剑还不错 今日你若不用捏的剑刺我 就从我的裤裆底下 钻过去 这个桥段 我好像在哪见过 卧槽 鹰鹉 快随我下去 怎么 你还想懂收补撑 怎么样呢 我又跳出来了 再回去了 怎么样 怎么样 两腻也没哪个单子 放了我吧 我不用你道歉了 道歉 道什么歉 老子出来混的 要跟谁道歉 给老子从裤裆地下转过去 负责你今天便相揍 年轻人 快钻吧 钻了就没事了 要不然你今日怕是免不了一阵毒的 好吧 我钻 什么 真的要钻了 他居然真的选择钻裤裆了 真是没出息 慢 堂堂七尺男儿 怎可受那胯下之辱 嗯 你是何人 决然敢观老子的现实 小心老子让你也从我的裤裆地下转过去 他妈的 还愣着干什么 干他压的 我泥马 在这坏银城 还从来没人敢对我懂收的 给老子弄死他 没听到老子的话吗 给老子打死他 忘死力打 瞎了你的狗眼 竟敢让俺家侯爷钻你裤裆 来人 给我拖下去砍了 在下韩信 谢大人仗义相助 哦 果然是你 怎么 莫非大人认识在下 何止认识 我这次来怀音 便是为了寻你而来的 嗯 寻我 下人寻得韩信之后 韩信未报之欲之恩主动献祭 之后向怀音郡守建了三千郡兵之后 迅速朝配郡杀去 哦 大事不好了 秦 秦军来了 什么 秦军到了何处 有多少人吗 小人在怀音先看见了此次平反的秦军 并探听到秦军有三万铁骑 据说是要直取咱们这里 三万铁骑 你所言当真 回大人 领兵的人乃是左丞相瞎人 怀音军军守亲自出城迎接 小的就在他们的商谈之中 清耳所听啊 什么 你都没见到人家的大军 你也敢胡说他有三万铁骑 哼 依我看 他们就是在虚张声势 肖大人以为何 若是其他将军带兵而来 称有三万铁骑 那自然是虚张声势 口是 虾人乃为套侯 官居左丞相 身份地位和其宗贵之人 带上几万铁骑评论实属正常 这么说来 虾人的三万铁骑应该是真的了 三万铁骑 大哥 咱们只有一万多人 根本无法与之迎敌啊 出城必败无疑 如今唯有上城墙坚守为夷 哼 肖大人 你觉得此次应当如何退敌 退敌 人家带着三万铁骑而来 别说退敌了 就是想守城都难 呃 佩献以守无可守 应敢在秦军到来之前 立即弃城而逃 回蒙荡山去 呃 肖大人 你说若是咱们投降 不知能否让秦军受变 咱们这些弟兄也好混一个前程 哼哼 那实力如此悬殊 秦军怎会留下一群反贼 不过嘛 若是能守住城池 或可有一线希望 既如此 再难也得守住 犯款 瞎猴鹰 周伯 肖大人的话你们也听到了 崔战 必须给我坚守住了 大哥 不好了 秦军到城下了 流济狗贼 快点打开城门 拿命来 流济狗贼 快点出来受死 韩信 你这招到底好不好使 侯爷不必担心 咱们静看便是 咱们就五百将士前来叫阵 其有此理 大哥 让我带一千人 出城杀他一个人养马帆 取下下人的头颅回来 梦 嗯 切不可出城迎敌 五百人 那只不过是人家特意让你看到的 还有三万铁骑你有看到吗 三万铁骑 城下哪里有三万铁骑 你们难道真认为 他只带五百人 就敢来城下交战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这就是为了赢我等出城 樊将军 你看远处的树林中 鲸鸟飞起 尘土腾飞 没想到这个虾大头竟如此狡诈 巴了 大家都给我好好守住城门 任何人都不许出城迎敌 城中实时无人出来应战 这说明韩信部下的一兵震气多了 拿命来 连续叫骂了半个时辰 依旧不见城门打开 侯爷此计已成 咱们可以记录下一步计划了